從後面刪回去 那我是建議乾脆從哪一列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從第63列 因為剛剛有插入一列 63 61 59 所以你會發現它間隔是 間隔一個 step是-2 有沒有 你不能是-1 如果是-1的話 它會全部刪光光了 就全部不見了 你不要打寫錯了 那我們怎麼寫比較快呢 其實可以拿剛剛這個來改 插入空白列 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成就是叫做 刪除空白列 刪除 然後呢 我要從哪一個 從63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改63 到第幾列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 往上3 3到第三列 OK 第三列為止 然後呢 我們就是63到3 step記得是-2 OK 要-2 你不能潛1 潛1下去的話 就全部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 全部刪掉了 等於你裡面的東西 就會不見了 所以特別注意不要寫錯了 OK 好 你要先確認一下 你不要照著講義打 你要先看一下你目前的 工作表的情況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測試一下 如果沒問題的話 那應該就OK了 所以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不確定按F8 會比較保險 油標放在 刪除空白列的這個SAP裡面 然後做什麼呢? 就按F8 然後呢 它會先出現什麼 I的值是63 所以它會把63 應該改成delete 我忘了改 本來insert 改成delete 那如果你這個字不會拼 鍵盤上也有 你就在鍵盤上打一模一樣的delete 好 它就63列幫你刪掉 所以F8刪掉了 再來就畫Nesser就是 特別說 這叫-2 -2 不是-1 如果錯的話呢 它會把60 所以這邊把它停一下 然後再一次喔 F8 然後-2 60刪掉 再來是-2之後就變61 所以把61刪掉 沒錯 再59 再來就 底下都OK 所以如果底下都OK的話 你就全部把它執行了 你會發現它就一直在那邊閃閃閃閃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全部閃光光 就恢復正常了 OK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看效果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多增加兩個按鈕 插入一個空白 插入那個 我們一個按鈕 然後旁邊的話 就是一個什麼呢 插入空白列 的按鈕 然後加一下 再來的話就刪除空白列的按鈕 那把它也再加一下 這邊再複製一個 複製一樣大小的 然後貼上 這邊的話呢 把它移下來一點點 這邊的話是指定是刪除 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很快的讓你 可以先一下子插入空白列 一下子就可以刪除掉 但那個順序你不要 多按幾下 多按幾下 變成你就空白列就一堆了 那 插入空白列 馬上就有了 再來怎麼樣呢 底下都有了 然後再 刪除空白列 OK 它又恢復了 它又恢復了 插入 刪除 OK 跑得有點慢耶 OK 這電腦有點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把列高 插入空白列 如果你要把列高增加的話 列高變50 你可以把什麼 剛剛這個插入空白列 這個 複製一個 那後面的話 加一個什麼 底線 列高 列高是50 列高 然後把它改成50 那列高怎麼改50呢 其實就是 先一樣 插入空白列 只是說你打一個Rose 它的列高就變什麼呢 點Row High Row 所以打一個Row Row High就出現了 等於50 那記得 還要再告訴它說 你要哪一列 所以一定要把刮鬍再補上 也就是說呢 那一列插入之後的話 並且幫我把那一列的高度 調整為高度50 所以插入之後 就50 插入50 OK 好 那做完之後一樣 再把這個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的列高呢 就會自動變成50了 50其實指的是什麼 它現在的高度 50 這邊高度就50 那刪除空白列不用改 為什麼 因為刪除反正它不管你列高的 直接就刪掉就好了 OK 所以這樣子應該就完成了 那只是說會有個問題 插入空白列之後 那個按鈕會變形對不對 那我前面有講過嘛 對不對 如果你不要讓它變形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呢 這邊 按右鍵 再點旁邊一下 按右鍵 再按Ctrl鍵 Ctrl鍵就是再選上面的 Ctrl鍵就是再加選 然後把它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裡面 把它改成摘要資訊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剛剛會改的 現在就不會改了 試一下 插入空白列 刪除空白列 第一個先選取它 按右鍵 然後再按Ctrl鍵多選 按右鍵有沒有 這樣 物件格式 物件格式裡面的摘要資訊 那所以呢 我們做完另外還多一個 那個 裂高50 所以再把這個按鈕再多一個 這個改成裂高50 這邊有個裂高50的 插入空白列裂高50 然後把這邊再把它加上去 裂高50的 好 這樣就完成了 裂高50按下去 它就50了 然後呢 刪除空白列 刪除掉 OK 它就會自己幫你做 你要的那樣子 到底要 要不要裡面的資料 要的話就插入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的話呢 就把它刪除掉 不過我強烈建議 如果你前面的那個綜合練習 做VBA練習的話 記得要先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工作表 不然的話 你VBA做完 如果做錯的話 它沒辦法幫你復原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試一下這部分 增加那個 插入空白列之後 刪除空白列 然後再把它加 就把 插入空白列裡面再加一個 就把 插入空白列裡面 再加一個